老杨到处说 欢迎继续订阅转发我们节目点赞留言打赏 对老杨私房茶 以及我们推荐的三款葡萄 具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少少二维码了解一下 欢迎选购 谢谢理解和支持 又到了历史需要补课的环节 我从胡敏芝的微信 转了一篇文章 那来介绍那个 说维尔的知识分子与社会这本书 我觉得有必要 联系到最近有些知识分子的一些 丑恶的表现 我认为有必要再跟大家一起分享一遍 这叫什么病呢 叫上帝病 上帝病 那是结识了 知识分子着情的十大病争 这是索维尔 在他很著名的本书叫 知识分子与社会 他得出了一个研究结论 知识分子有一种 让人惊讶的特权 就是他们可以随心所欲的 极度的愚蠢 现在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相当部分 也是 30年代 苏联统治之下的乌克兰发生了大击荒 数百万人饿死 当然没有中国饿死的多 一位名叫加雷斯琼斯的联经记者 孤身犯险 勇敢地揭露了真相 但是当时很多知识分子 对苏维埃伟大的社会实验 怀着无比美好的理想 琼斯冒犯了他们的理想 一似乎他们拒绝承认琼斯的报道 并就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口出笔划 那时候没有网报 但是这叫止报网报 就来了口出笔划 这个时候 纽约时报驻莫斯科记者 华尔特杜兰迪 他因此写了一个乌克兰的写实 拿到了普利策新闻奖 杜兰迪写文章 国次暗示这个琼斯是个骗子 他说这里没有饥荒 也不可能有这样的事 这个杜兰迪因此被苏联 和知识界讽为座上宾 获得了普利策奖 颁奖值写得非常非常的露麻 他的一个专项报道说 富以学士 深刻判断没有偏见 而极为清晰 这位年轻的琼斯 因为拒绝妥协 饱受污蔑 惨遭新闻界的驱逐 1935年 八月这个琼斯深入到蒙古 不是内蒙古 是外蒙古采访 结果呢 被突围绑架 死一非命 多年以后 人们逐渐意识到 乌克兰大饥荒 是真实的存在 当历史档案解密事实 琼斯和杜兰迪都已经死了 南尔 普利策务员会 拒绝回收给杜兰迪的奖项 和致敬词 他们给出的理由是 没有政绩表明杜兰迪 是在刻意的欺骗 这个在我们的 新闻传播理论专业课里面呢 这个故事是个典型的案例 而这个故事是真实的 而且很有讽刺的意味 这是呢 后来呢 根据琼斯先生的故事 拍了一部电影叫琼斯先生 那么最早让这个故事 广于人知的就是 托马斯·索维尔的名著 知识分子跟社会 这本书 优其强识的介绍比电影还精彩的故事 这二十世纪知识分子的翻车史 三十年代 肖优纳罗曼罗曼罗兰应邀访问了苏联 为斯大林大唱战歌 紧接着法国呢 大家很熟悉的沙特 沙特考察纳税德国之后 评价希特勒统治的第三帝国 跟法国差不多 而这个时候 犹太人已经开始被关进了集中营 二战前夕 罗素 极力的推动英国单方面的裁军 削减军备 乔姆斯基 一直到了现在 一直到了他临死前 仍然在为红色高棉的 所作所为辩护 因此 索维尔得出一个结论是 知识分子有一种让人惊讶的特权 就是他们可以随心所欲的极度于主 当然在西方的知识分子 有严格的定义 在东方有没有知识分子 现在存疑 知识分子通常被大众认为是 智力超群 富有担当的群体 但是 这些大名鼎鼎的知识分子 为什么会在人类命运的关键时刻 全军覆没 甚至判断的力 还不如一般的人 包括温铁军 上个世纪的知识分子犯了这么个错 或计还可以用时代的局限 来为这种集体着情的行为开拓 但是我们今天这些分子 我们这些所谓的读书人 黑格尔说 人类从历史上吸取到的唯一教训 就是人类没有办法从历史中学到任何的教学 我们知道在今天的互联网 全球化如此发达到现在 5G 6G 1G G1G上去 新念的有人 仍然存在众多行右时左的知识分子 尽管他们多年来一惯理自由派 右派形象是人 勇敢地抨击最明显的左派的体制 但是在价值观和分析方法上 他们又是标准的左派 很让人感到无奈的是 在一个被毒害的语言环境中 他们所受到的批判 却往往不是诉诸逻辑分析和观点的驳斥 而是华向动机揣测道德绑架 即便是一些批判左派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 也难免会有以左还左的嫌疑 到现在也是这样 我们所看到的这些辅仪所思的撕裂 不但是知识分子的群体生育少地 也不要毛泽东文革搞臭老酒 他们已经臭不可闻 也导致了大众的困惑和对立的缩影 为什么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知识分子是行右始左 规则到人类的天性 左有奄缘 左是人类的骄傲 左倾是人类的天性 很多孩子一下来是左撇子的 后来再慢慢的矫正了右撇子 任何人从出生开始 不用接受任何理论教育 就会自然而然产生左派的乌托巴思想 妄想知晓掌控一切的事物 期待尽善尽美的社会制度 渴望无微不至的保障 好了 一个人要先接受有限政府自发市场的右派价值观 都必须先经过从左到右的观念的转变 要克服天然的左派的冲动 养成消极的政治观 什么意思呢 对世界保持谦卑审慎 对人性保持警惕和悲悯 这也恰好可以解释一个事实 即便有左派哲学的加持 知识分子的左倾在每一个时代都没有什么新意 这是索维尔总结出来 各个时代的左倾的知识分子 大多数都有以下十个特征 第一 对人性持热观的态度 不去仗比 这是第一个特征 第二个特征 对现状不满 并呢 要改造世界 要拯救苍生 视为自己的义不容辞的知责 第三 有乌托邦的情节 第四 支持价值相对主义 文化相对主义 第五 迷恋理性至上和理性主义 第六 迷恋科学和科学主义 第七 迷恋进步和进步主义 第八 迷恋物质和物质主义 第九 迷恋民主 第十 是痴迷平等 人性乐观 对现状不满 要改造世界 有乌托邦情节 支持价值相对主义 文化相对主义 迷恋理性至上 迷恋科学 迷恋进步 迷恋物质 迷恋民主 痴迷平等 很多论者说 形又始组的知识分子 通常民性制度和环境 而轻视观念和民情 因为民性制度 他们拒绝相信 民主国家也可以发生 选举舞弊 自由媒体也可能不公平 因为民性制度 他们固执地认为 一个国家只要有了 人民主权 三权分立 宪政 法治 就会水到渠成 永不退社 人民自然就会驱散必恶 永享太平 永远不会重复 罗马人的命运 因为轻视观念 他们只反对 看得见的极权制度 而对产生极权的观念 和民情视而不见 疑似乎在不知不觉之间 他们走向了自己 极力反对的那一面 因为他们轻视观念 他们认为 适当比例的财富再昏费 不是道德绑架 不会伤害 私有产权和权力平等 而且有利形成 互爱互助的社会氛围 各位 殊不知 人类就是观念的生物 观念的后果是不可估量的 私产伦理和有限的政府 无论你任何形式 将权力和社会妥协 都是在向极权主义的迈进 知识分子的工作明明就是处理观念 那么为什么还会轻视观念呢 轻视观念后果又是什么呢 索维尔认为 这是知识分子的工作性质决定 知识 从观念到观念 他们进行生产的原材料是观念 生产过程是处理观念 生产成果也是观念 他们影响世界的方式 也是传播观念 最后只要他们传播的观念 足够广接受人类足够多 就会被视之为成功 温铁军的视频很多人看 而都是年轻人看 点击率都一百多万以上 他也是这样一个观念的生产者 那么知识分子有没有特权 有 不是包而来 不是吃女学生的豆腐 不是剖切 知识分子的特权是犯错 没有代价 这是索维尔的尖类的观点 由于轻视观念的后果 知识分子的传播可能有害的观念的时候 可以毫无顾忌 我们所知道的高祥们 所知道的温铁军们 就是这么回事 还有那些什么金颤龙啊 什么胡锡进啊 什么司马兰们 责备 在观念的后果 产生之后 他们也心安理得 无论带来多少灾难 都会影响他们继续扮演社会的良知 这叫没有天良 我们想一想 一个医生 如果出现严重的误诊 一个工程师的设计 如果出现严重的误差 通常都要需要付出惨痛的代价 在职业上身败名裂 但是这些社会工程师 在知识上出现严重的误判 导致成千上万人 死亡的后果的时候 他们没有需要付出任何的代价 甚至照样充当知识教主 社会良心 别说西方这些 大饥荒死了几千万人 文革招进了那么多人 有谁帮凶 不是第三种人 第四种人 什么人站出来忏悔 反响没有 一如既往 继续当他们的教主 所以问一下 那些歌颂 希特勒德国 那些歌颂 纳粹德国 那些歌颂 那些极权的 比如说 罗素 沙特 肖伯纳 史莫特莱 乔姆斯基 海德格尔 这些所谓的 还是不是所谓的 知识分子 有谁主动的自己 专业上的严重误判 承担过责任 又有时候对受害的大众 表达过忏悔呢 没有 中国也一样没有 所以 索维尔一边 提醒大众 不要以圣人的标准 要求知识分子 少一点盲目的崇拜 和道德绑架 他们也是个人 知识分子反而 会更加谦卑和清醒 你不要以圣人要求他们 不要对他们盲目崇拜 不要对他们道德绑架 他们才可能会更加谦卑和清醒 另一方面 他明确知识分子的道德责任 知识分子不仅要敢言 敢尽言则 不仅要敢 而且要善尽言则 考虑和顾及自己的言论和理念 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和后果 为了蹭流量求变线 那另当别论 如果你是真正的读书人 你不能这样信口开合 胡说八道 最后 我们一起来面对这样一个时代 这个什么时代呢 观念失裂 价值观 混乱的年代 我们都是普罗大众 区分出思想 知识分子的好和坏 现在变得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看胡敏之的微信上讲 索辉尔 说出了知识分子 有点令人惊讶的特权 就是他们一个随心所欲的 极度的女主 不是一般的女主 极度 他谈了自己跟知识分子 打交道的前面 他说我跟不少这样的知识分子 打过交道 最终的结果是道不同 不相为谋 因此跟上国勒射的知名教授 彻底断交 虽然也曾经是多年的朋友 因为每当他站在上帝的视角 俯视众生的时候 我们都有不适的感觉 他身上缺什么呢 很明显 他缺人性和慈悲 在这些所谓的教主身边 只有正确的主义 和不切实际的乌托邦 他们忽略了社会的复杂性 和普通人的生存法则 他们太擅长道德绑架 用自己狭又绝对的 价值观就度量世间的一切 胡敏之说 我不认为这一类知识分子 有什么信仰 他们是被架空的思想动物 最后一句话 对世界保持谦卑和审慎 对人性保持警惕和悲悯 这是所谓的话 才能让知识分子 最大程度的避免误判 避免走路歧途 所以马光也说 温铁军 要活得像个人才行 迷途不知反 那是你七十岁的悲剧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今次来说 有什么信仰 那么你 有什么信仰 这次你